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大陸 無論是做官或是搞學術 總是難免沾染了假大空的風氣 故此說起上來 總是語不經人勢不憂 最近有一名復誕大學教授 竟然說要提倡一妻多夫制 嘗試解決大陸男女失行的嚴重問題 到底這位是甚麼人呢 提出這個建議的 就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特聘講座教授 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王有光 這位王教授說 一妻多夫制並不是匪夷所思 由於以前的獨生子女政策 即是一孩政策 再加上對生男孩的偏好 即是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 導致中國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每一百個女的 就有117個男 大約有幾千萬的適婚男人 找不到老婆 這個問題到底怎樣解決呢 他提倡了兩個建議 第一就是妓院合法化 等到那些沒有老婆的人 就通過合法和保健上比較可靠的服務 獲得部分的滿足 如果你不讓她合法進行交易的話 就會嚴重危害到她獲得滿足的權利 這個妓院合法化對於娶不到老婆的人 都只能夠解到嚴眉指甲 並非長久之計 尤其是對於經濟條件 不是很寬裕的人 其次 老婆的功能 遠遠超過房事 故此 就應該考慮第二個建議 就是允許一妻多夫的婚姻制 他說 這個一妻多夫的婚姻制 有很長的歷史和使用範圍 尤其是在西藏 直到解放之後 西藏的一妻多夫制 才成為了非法 但是他就說 如果不是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話 他也不想提倡一妻多夫制 其次 他就不是主張鼓勵一妻多夫制 只是認為 面對男小女多的情況下 可能應該考慮允許一妻多夫的婚姻 那就是在提倡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又在幫自己鬥底 當然 這些破天荒的建議 在大陸的微博上 都是照舊被人罵到七個一皮 完全沒有道德觀念 怎麼會把老婆出來共享 哈哈哈哈 這些完全就是把那種經濟的思維 滲入到社會當中行不通 把老婆共享 你以為現在在玩共享單車 共享汽車 共享流動充電源嗎 對不對 共享經濟已經玩完了 共享單車到處去 已經走到盡頭了 現在又整個共享老婆出來 所以這些教授就是想壞了腦 然後又在網上被人狂病 老實說 如果要完全撥亂反正的話 就只有一個解決辦法 就是徹底廢除生育限制 在1979年至2016年期間 中共所提倡的一孩政策 對於中國的人口結構來說 就造成了一個災難性的影響 到了2016年之後才猛延發覺走歪了 所以就想撥亂反正 但是只不過是放寬到兩胎的政策 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始終來說 對於這個所謂中華五千年的傳統 被你報大數了五千年 正正就是因為根深底固 有這種傳統的枷鎖 這種束縛在這裡 所以使得那些人才去打掉了胎 去馬生一個的時候 甚至乎在農村那些 根本上沒有這樣的經濟條件去墮胎 照生出來的時候見到是女的 就走去砍在河裡 或者是到處砍在田地上 在城市那些有經濟條件的 一照一照的超聲波 見到是女的就打掉了 你就是過去這30年作了很多這些業 故此這個不僅是中共政權所作的業 而且是有份去墮胎的人 都是作業的 這是30年以來 中國共產黨加上中國人民所造成的共業 就構成了今天這個人口結構的局面 一群人以為撿到寶 生兒子又怎樣 現在卻知道人口結構 117比100有用嗎 當然現在這個王教授所提倡的建議 都是不到位的 不對題的 都是寫本續末的 當你的生育限制仍然存在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就總是喜歡選擇的 生一個也好 生兩個也好 當他要選擇的時候 當然是選擇生兒子的多 你沒辦法改變得到 經常都說中華五千年 這就是中華五千年的漏集 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些政策沒有什麼用 當然他又提倡什麼寄院合法化 即是窗寄合法化 這件事當然不是新鮮的 外國很多都出現過 荷蘭都有 但是中國是搞不到這件事 你這個共產國家這麼封閉 以前有一個美國記者就走去問周總理 喂 到底中國是有沒有妓女的 周總理就回答他 有 全部都在台灣 當時那些人還稱讚他 哎呀 說得非常之好 一石二鳥 實情是異淫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是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的 不過 在這個這樣的語境的大前提下 正正是告訴這位黃教授 他的建議根本上就行不通 沒有可能性 共產黨怎麼會接受 如果是能接受到 東莞的黃色事業 不會掃蕩了 故此在面對中國男女嚴重失行的問題上 黃教授就應該採取一個更加務實的態度 作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議 而不是一味來天馬行空 在那裡說三說四 一會兒又娼妓合法化 一會兒又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 都是愚蠢的 你在網上哪裏被人罵到 完全是幾千人留言 是不見人支持你的 哈哈哈哈 你就是將那種經濟的思維 植入了社會制度當中 是不行的 你當提出建議的時候 必須要顧及到社會風氣 和道德觀念 接著就再講一下北京的情況 在短短三天之內 北京就再出現了七宗的確診個案 而且當地的擇控中心 就對全市的農貿批發市場進行了排查 在市場裡搜集了5424份的海鮮肉類和環境樣本 進行檢測 就發現有40個環境樣本是呈陽性的 後來再從1940名市場的從業人員當中 進行了大規模的檢測 就發現到 在新法地批發市場採集回來的517個樣本當中 45人呈陽性反應 另一個在海澱區的農貿市場也有一人呈陽性 全部都是無臨床症狀 即是說 基本上是他中了自己都不知道 那到底病毒源頭是來自哪裏呢 大陸方面就說 是切三文魚的針板沾染病毒 然後就惹到人的身上 實情這句說法是很可笑的 第一 根本上你切的到底是不是三文魚都成問題 三文魚的批發價這麼貴 大陸那些人都是吃那些所謂紅樽魚當三文魚 山板衝炮艇而已 到底切紅樽魚還是三文魚搞清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如果病毒源頭真的來自外來食物的話 那為何唯獨是北京這個市場是有問題的呢 沒理由只是向一個農貿市場 供應這些所謂不知道是三文魚還是紅樽魚的 是不是啊 照計全國都可以吃的 唯獨是你那裏這麼幸運的 有時候這個是說不通的 所以外來的因素呢 我覺得不是那麼大 反而就是到底大陸過去來說 在這一段長時間裡頭 有沒有認真去做檢測和排查的工作呢 會不會是這個病毒可能弱化了 或者怎樣不知道 反正有很多人其實都是暗瓦底有事的 只不過就是極度輕症 所以沒有症狀 根本上就不會主動去排查 然後現在突然出現了七個人 那七個人肯定就是有些發熱 或者其他的症狀 故此他們就去求診求醫 那一做檢測的時候就發現到原來是確診了 我就覺得這個說法是比較可取一些 可信一些 以及合理一些 如果你說那些什麼三文魚 還是不知道什麼魚有問題 那為什麼日本又吃三文魚 你又吃三文魚 又不見人家有事 還是你的人是飼養的呢 那你飼養的沒理由只賣去一間 你必須要解釋清楚這些 當然他也不會理會你 反正現在他說是三文魚就三文魚 結果大陸緊急關閉了六大批發市場 在北京裡頭 然後叫停了小一至小三的服貨 以及緊急叫停了跨省的旅遊 根本就還沒搞定 如果真的出現了大規模爆發的話 這次中國就真的大劑了 因為外國現在爆爆一下就開始爆到尾聲了 如果中國真的出現二次爆發的時候 就只會對於本身已經夠了皮弱 和下行當中的經濟 構成更嚴重的打擊 難道現在又要去封城嗎 或者那些農民又要去再封路嗎 如果中國經濟真的再折騰多一次的時候 都很大機會會全面崩盤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